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业消息 小伙伴们 大的呀真的是来了啊 中国出口大崩溃 最新消息啊 这个就在昨天晚上 中国海关紧急通报了这个3月份的 进出口数据哇那是不看 不知道啊一看 吓一跳崩溃啊 啊那这个各种数字参不忍睹啊 尤其是什么 这个习近平啊主推的新三样啊 那么电动汽车 啊离电池 还有太阳能板 这三个项目啊 那有详实的数据 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瞧瞧看看分析分析 非常 不好 非常不好 那这个简直 简直都不行了啊 这个这个对欧美 那下降的幅度啊 说出来是吓尿大家 哎呀不得了了啊 这个出口这一块与此同时呢 这个昨天晚上啊 啊就就是因为这个数据出来 中概股什么什么哇 各种新能源汽车 全面倒下啊 全面倒下 成为了这个 哎呦我这个这个亮丽的一度风景线啊 风景线啊 所以出口这一块终于是彻底完蛋了啊 那这个我们是有包括这数据啊 还有情况 我们一起来瞧瞧看看分析问题 啊展开分析一下 啊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想延伸到什么呢 延伸到中国现在这个中国共产党 这个政权的稳定 现在都已经动摇国本了 告诉大家啊 因为呢 这个习近平 我们会结合一些案例来讲 就习近平现在解决 这个产能过剩 这个大家没工可开的问题 产能过剩的背后什么 就过剩就不需要呗 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就停工啊 停产啊 没订单的没订单的干嘛 大家就失业呗 失业那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是选择什么 再度的折腾老百姓 折腾底下的基层官员 这相当危险 相当危险 我们看到体制内外啊 现在都迸发出强烈的反应 要反啊 就是对于中央政府 这一通稍操作 德州根本非常不满啊 那种声音从地方政府啊 我们看到啊 那个最新我们结合什么 郑州 郑州昨天晚上干了一票大的 这一炮打出去啊 郑州炮打中南海啊 郑州政府炮打中南海 什么回事啊 那个我们呢 就是看到地方十分不满啊 现在对于中央这个政策 还有那个老百姓就不用说了 现在的韭菜越来越猛了 我那个大家看我那些短视频 这一届韭菜啊 不好管 都越来越这个啊 哇又是上街堵路了 哇 怎么都把香港年轻人那一套 全搬到万类地来了啊 又是啊 什么什么围堵他平安银行的总部了啊 平安还钱 哇怎么回事啊 啊中国韭菜不是很听话的吗 啊怎么一个两个都这么不爱国呢 是吧 啊还有那些基层公务员 啊怎么不为国接盘呢 为什么不多买两套房啊 是不是 哎呀证明那个其实大家是没有信心的啊 然后这个我们啊 先详细看看再延伸呢 啊先说这个什么出口这一块啊 出口这一块 因为房地产啊 中国几几大件嘛啊 一个房地产 做些就是经济基础的房地产就 甭的不成样子了 现在万科都不行了 万科鸡飞蛋打 那一个高管出逃美国不回 另外其他所有高管被边控 这都什么情况呗 那在这个现在出口这一块明显也是不行了 啊最新中国海关总署啊公布出来的数据 中国三月份进出口大幅萎缩低于预期 啊严峻的数据表明这个曾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年初这个什么哎呦多小阳村哦 都是幻想啊 啊除了旷日持久的房地产危机 和不断加剧的地方政府债务 疲弱的私营部门啊 等等等等啊 中国在新冠疫情以后 一直难以实现啊 这种像样的反弹 没有像样反弹 而且我们都在成为一个规律 每一次反弹都是什么 逃命机会 那个回头看那个哪里 每一次你有点机会就跑了 你看人家李家常 香港马上亏钱都跑啊 所以有些小伙伴问我的亏钱要不要跑 看看人家李家常 李家常就果断出手啊 这个香港减大是吧 人家亏钱 清仓 跑路哎 人家这个拍板 李家常资产太多了 实际上他是15年开始 李家常已经连续10年不断的卖 李家常卖了10年没卖完 人家是真有钱 人家是真有真有货 卖了10年了 15年我们就看到别样李家常 跑跑跑的 今天啊 人家在去违货啊 把违货去完啊 亏点钱也要跑 是吧 然后这个 详细的啊 数据中国海关总署 3月份出口 出口总值508亿美元 同比下降7.5% 哎 不要小看这7.5% 这是去年8月份以来 最大的降幅啊 增速较前两个月下降 百分之14.6 哎 这都是海关总署的数据哦 不是开玩笑哦 也就证明什么 我们可以在后面多减一个零 或者说多加一个零就对了啊 那证明可能下降百分之哎呦 二十七三十七那都不是7.5 很可能是下降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啊 我这个不是空口说的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啊 那些什么 所谓三件啊 什么电动汽车那才叫做崩溃呢 啊 然后进口现在也不进口了啊 进口也下降百分之1.9 啊 这个投这个同比啊 这么这个比之前少了百分之五点四 五点四就同比去年少 然后这个整整个数量下降百分之五点四 这里面啊 这里面啊 我们也看到就随着中国所谓大市场啊 啊 这是习近平吹的 我告诉大家 只要他不出没有出口订单 中国也不进口了 因为中国是两头在外 你比如他做一个手机啊 现在做一个汽车 他有很多零部件要从外国采购嘛 啊 很多芯片啊 那个一个电动汽车里面遥控的芯片的 等等 就 不要说高端的了 比如特斯拉 特斯拉的上海工厂 它的销路也在外面 根本不在中国 就是中国很少 指望中国那三瓜两枣 那根本就根本养不活 特斯拉上海工厂 那个上海工厂 一个全部自动化 一个摁一个摁 那你我天天24小时机器人都不会累的 那么那在那生产 那都主要都是销 销往北美啊 销往销往欧洲啊 等等等等地方 那 他采购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中国也做不了 中国做不了 啊 不要说这个什么什么新的高端的 就 日产的汽车 在中国都需要 甚至要日本的工人专门派遣到中国 指导才做得好 不然都都做不好 你知道吧 这个安全系数各方面都不达标 所以 他也 如果他没有这个终端的订单 他也没有 所以现在进出口 一起暴跌 象征着中国从整个产业链 踢出举 踢出举 啊 然后 这个中概股啊 这个那当然我们说一下中概股 再说新三样啊 啊 中概股普跌啊 这个昨天晚上纳斯达克金融指数 哇 暴跌 百分之四点五八 四点五八啊 啊 人家美股涨的时候 他不涨 美股跌的时候 他他他就崩盘了 啊 真的是崩盘了 啊 这个小鹏啊 哇 跌百分之十 你看啊 那个辛辛苦苦反弹一个几个月 啊 跌两天全跌回去了 说说啊 那个永远都这样 啊 未来哇 那未来就更差了 啊 未来跌百分之七啊 啊 这个直接就破位再破 未来马上就破产 未来未来没有几天 啊 微博啊 阿里巴巴全部破位 全部成这个向下破位 就是啊 打开K线 一看就全部是崩盘盘 啊 标准的崩盘啊 然后主要呢 电动汽车跌的沟呛 我们看看详细 他有很详细电动汽车的数据 啊 中国这个新三样啊 指的是这个电动汽车啊 锂电池 其实一个东西啊 啊 太阳的锂电池 现在我都看到外面大篇幅的报道 啊 从中国进口的锂电汽车 有些电动自行车 啊 什么 哇 就是从中国买的 哎呀 中国进口的那些电池也不行啊 太危险了 啊 就应该禁售 是吧 因为有安全问题 你中国这个会起起火 或者这个这个电池 那我认为的根本不合格 啊 所以作为我都估计 我在美国的海关 跟啊 日本的海关 啊 我这个当地居民要追究海关的责任 为什么这样劣质的中国电池 能够卖到美国来 能够卖到日本来 啊 给当地消费者 给当地的海关压力 啊 然后肯定最终就会 最就会阻拦中国的电池 进入西方市场 那个实话实说吧 中国确实这个质量也没搞好 如果是质量过硬 啊 以价格便宜 我相信是可以打开市场了 那就很多时候中国确实的质量 不过关 啊 然后这个就 人家想不说都不行 是不是 人家是个负责任的政府 你东西买到美国来啊 买卖卖到美国来 卖卖到日本来 人家政府能不管吗 不可能嘛 是不是啊 你中国那些东西不合格 能 能不进什么 肯定要进入 还要是有这个照回还是什么 都都是不及格的啊 然后 那近年来吧 反正我们先说近年来 新三量的确实增长很快 啊 这个对中国这个出口啊 去起到这个支撑的作用 呃 在2023年呢 啊 在2023年哇 这个这个过去这几年的增长很快 19年到23年哇 联均了 从19 过去这几年了 从300多个亿美元的出口额增长到1400多个亿 年均增长44%啊 就证明很重要 但现在这一 这一个支柱啊 也不行了啊 在2024年的1月份到2月份 中国新三量的出口同比暴跌11% 首次出口的出现了出口总额大幅下降的情况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出口均价 啊 同比下降 13.1% 就拼命降降往往外 往外怼 往外怼 啊 然后中国的锂电池在2024年1月份到2月份 从同出口同比减少14.9% 啊 然后电池出口均价也是同比下降22.9% 就是什么 就就是都是拼命倾销嘛 就点击他自己承认这一倾销 啊 愿意降价 然后这个这个卖出去 然后电池就就更加是暴跌的不行了啊 太阳能电池 能够同比减少24.8% 那根本就卖不出去啊 出口均价直接下降 百分之四十三点四 这些数据是中国海关公布的 你说是不是清销 中国的太阳能电池 出口均价下降 百分之四十三点四 直接砍砍一半 这是不是轻销 这必须是轻销 这必须是轻销 是吧 然后 但是这下跌里面呢 其实啊 下跌幅度远远不止百分十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典型特征 就是 其实中国新能源汽车啊 对 你比如新能源汽车 对欧盟对英国等传统的主导市场啊 是下降更加严峻的 比如这个在2023年占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百分之四十八就一半的出口啊 是出口到欧盟跟英国啊 但是在2024年出口到欧盟和英国 新能源汽车 分别下降百分之三十 跟百分之十三点九 那个大幅下降 然后其实他拉了几个数字啊 你比如这个巴西 巴西他的号称增长百分之四百八十七 然后什么吉尔吉斯斯坦 他号称中国出口到吉尔吉斯斯坦的新能源汽车 暴增百分之一千五百六十三 也就是中国的出口从一些很透明的一些发达国家 这变成了他号称你没有吉尔吉斯斯坦 他这个说是暴增百分一千五百六十三 是不是去年卖了一台 今年卖了十五台 那就增长百分一千五百六十三 但不要以为很多 他如果增很多的话 他就抵消了欧美这一块 但实际上他总量还下降嘛 总量还下降嘛 就就因为什么这些本来基础很小 这些拿来吹一点 拿来吹一点 但很可疑 为什么呢 因为中亚这一块 他的这个气候也好什么的 极不利于发展新能源汽车 这本来也有油紧有什么 他也不缺油的 油便宜的不行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根本不可能用新能源汽车 那个美国很多时候那个油都便宜的 根本那个店的店还贵 像中什么中亚 这么吉尔吉斯斯坦 他用个毛的新能源汽车算了 也就是什么 我这高度怀疑中国这个新能源汽车 号称现在出口的一些不知名的国家 这证明什么 他在造假 我们看到一个比如这个比亚迪 他明明在中亚新设了一个工厂 然后他又大面积的去出口到中亚 这什么意思呢 那当地建的这个工厂来干嘛 在中国为什么号称选择在一些非常不透明的国家 他说他增长的很快 要不就造假 还有一种可能性 他把这些东西搬到那个国家去 你要是吧 假装出口 出口的这些地方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的 这些地方可能 付款的情况没有传统欧美市场好 欧美市场那个都是cash 都是直接给钱 中国号称你说他出口到这个吉尔吉斯斯坦 人家给什么钱 不说人家给人民币 可能啊 这个人民币结算 是吧 那出口出个毛的口 出口来干嘛 是不是啊 你出口收人民币呢 那出口出口不赚美元 你说出口来干嘛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 就是他急于补这个空缺的时候呢 他又倾销到巴西 比如那又导致巴西又跟他闹翻 所以中国将会全部闹翻 没办法 全世界没有一个 哦 这个你这个欧美下降 我先销到巴西去 那巴西不跟你闹翻了 巴西能承接那么大的东西 那欧盟都吃不消 母巴西还要吃 有可能吗 所以不可能 而且就让他是真的退一万步 这些地方他他种承接 他也是一次性的 你比如吉尔吉他买了 然后他很快就就饱和了 饱和他起码十年之内 他就没需求就会照降 他很快就填满了 明白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会长久之计 我们将在无论他是造假的 还是一次性填满的一些需求 都会导致之后 我们会看到这个泡沫更大的爆破 所以现在中国号称找到一些 新兴国家来填补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更大的泡沫的最终爆破的 一个回光反照 告诉大家 锂电池也一样 他号称出口的东盟 那东盟可能是一个转口的地方 东盟 东盟搞锂电池 中国东盟也开电动自行车 是吧 他包含了电动自行车 还有这个 太阳能出口到欧盟了 是崩塌似的 以前70%都是出口的欧盟 但是欧盟现在制裁看来是有效果 一月份到二月份出口到欧盟 是减少百分之五十四点六 直接就一半有多 就不要了 其实二三年开始出口到欧盟就已经降低了 是连续降低 还有一个叫维吾尔问题 这个中国新疆光伏的问题 所以就出口禁止 然后他号称出口到巴基斯坦 沙特 这个还有 你看那个回头 他跟沙特还有印度又有裂痕 所以他现在有点宁击抱佛脚的意思 就是为了补这个他他又去找了印度 人家印度 他他马上又又制裁中国 所以他真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中国这个出口 现在其实是非常崩溃 他找的这些补窟窿的新兴国家 根本不是不是办法 根本不是办法 只有之后会这个问题会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明显显现出来 那另外一头由于中国出口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要签销 因为中国要要有就业要有这个订单 不然中国中国人都没事干了怎么办 那为了维持这个订单 维持这个工作 他他就不断的不断的 他创造一些需求出来 那不然只要就业出大问题 流民士气 那这个这个这个是动摇国本的 所以必须想方设法维持这个需求 这个中国从一带一路开始 那中国为什么一带一路 这就就工人水泥都往外面搬 在外面做的那些一带一路国家做的项目 水泥都不在当地捞 水泥都从中国带过去 你说这搞不搞笑 人也从中国带过去 就当地一个人几乎没用几个人 汽车也是 你看人家丰田那就非常良性 那为什么人家丰田工厂也在美国 请的工人也请美国工人 然后做工业也在美国做工业 他就整个融入当地 那中国老从中国做了运出去 为什么呢 他要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 如果在外面做给外面创造就业 就不解决中国这个问题嘛 所以他这个本来就无解 不可能的 所以他就这么这么愣 但现在他为了解决这个一个 他就强行淘汰一些东西 他现在已就换新嘛 你就换新最后他啥钱没法出 就压老百姓 你们淘汰你们的汽车 本来五年年减 那么五年给你报废 强行让老百姓去 搞钱 其实是进一步再掏空民间 让底下的地方政府本来的穷都不要 不要 要不就抓人 抓这个金融家 就抓这个 那个 所以中国共产党把压力全部给到 下面 下面有没有意见 下面意见非常大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不能靠自己的 能量来的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都让老百姓不是政府给老百姓 垫兜底 而是老百姓给共产党兜底 你说有可能吗 今天看到一个很有意思啊 就郑州 我给大家详细说说郑州这个事情 郑州昨天晚上发了一个叫做郑州网信办发布 暢衰抹 要打击 郑州这个是擅自行动 我告诉大家 对发布暢衰抹黑楼市信息的自媒体账号 进行约谈批评 为什么要干这个 因为楼市太差 楼市崩溃 但是他为什么是约谈批评教育不是拘留呢 因为本来打压房地产是中央的意思 所以郑州网信办这个就直接就冲了中南海的这个龙黄庙 大水冲了龙黄庙 就 他为什么不能直接拘留 如果是中央的可以这样干他就直接拘留 为什么约谈批评教育 就郑州现在是对抗整个中央的这个政策 中央我们要打该破产破产 底下说不行 我在该破产破产 所以你看到这个中央跟地方的矛盾 已经是极大的 激化 郑州网信办干了一票 就是直接要过中央 直接什么 我要约谈这些畅衰 畅衰楼势是中央允许的 其实是中央允许的 所以这个情况 现在 从上到下我们看得出来什么 从上到下我们看得出来是很乱套 很乱套了 底下的 而且你约谈这些有什么用啊 也不创造需求 这个能管几个作用啊 那个所以 情况是不容乐观啊 那先说我们多吧 觉得不错打开小铃铛